原标题 戴笠最后一个女人 晚年到处戴笠死亡之谜 说起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拥有的情妇 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民国时期不明的影后蝴蝶 确实蝴蝶给当时人们的印象气质上雍容华聂 雅致脱俗 让无数男人为之疯狂在偶然的情况下 陈华得知戴笠的身世也很可怜 心心相惜的感觉立马占据了他的心 再加上戴笠改名仪式深深的撼动了他 至此两人开始交往 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无名小族 报考黄埔军校时他身无分文 不幸的是台下起了大雨 就在他穷途末路的时候 后来的军统高层徐亮出现了 不仅给他一个倒立遮雨 而且帮他付了出诉的费用 这次的事当他一生难忘 也就是因为这个他把自己改名为戴笠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 当然了戴笠确实有些替蒋介石的心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从上海转南京 垂直路途中飞击坠机击毁人亡 戴笠乘坐飞机爆炸后 军统局的调查人员拿出13张遗留的残骸照片 要陈华辩认 他一眼就认出了戴笠 除了他熟悉的那几颗金牙以外 那高高举着的右手右拳承捏着的状态 他可以想象到戴笠无死前的情形 那是他开枪射击后的习惯 子弹发出后 总是挺帅气的将手往上一扬 以至于他始终认为戴笠是自杀求死的 关于戴笠的死因 目前有很多种说法 但情人陈华坚持认为戴笠是自杀 他曾告诉陈华如果老头子不让我活着 我一定会去死了 或许就是这一句话 让陈华坚信他是自杀 戴笠的死给陈华很大的打击 戴笠死后不久 军统局由他曾经的助手毛仁凤接任 而此时的陈华已经厌倦了军统的生活 随后移居香港 开了一家发廊谋生 陈华始终坚信自己对戴笠是自杀的判断 陈华在开发廊的闲暇之余 开始着手写回忆录 1988年1月 分为上下两册的陈华女士回忆录 由台湾独家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陈华记录大量的民国史实 以及军统里发生的各种故事 让人一看了是 在这本书出版不久后 陈华就病逝在香港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 Students Adidas